念佛往生的人 念佛往生的人 我们常讲心愿皆行 跟阿弥陀佛都相应 随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境界 他能见到啊 他能受用啊 佛心身心互为引之 什么叫引之 之是之 引是幻影 像我们一个人身 站在太阳底下 我们人身是之 是之 太阳下面有个引子 有个我的引子 那个引是幻影 阿弥陀佛是实之呢 那我们是幻影 我们是设之呢 阿弥陀佛是幻影 互为引之 不能说一定 阿弥陀佛是之 我们凡夫是引 不能这样说法 这样说法不平等了 这样说法不是死是真相 互为引之 阿弥陀佛是疑 不是耳 不可思议 下面就举一个比喻 如众灯明 过边思议 好像我们一个房间 点着很多灯 每个灯都是开的 你看到好像光是一 其实每一盏光是每一盏光的光明 为什么呢 你熄掉 这盏灯光没有了 并不妨碍别的 你开着 你这盏灯亮了 跟大家和和在一起 其实呢 过时过得光 每一盏灯光 都是周边这个房间 光光护照 似宜 非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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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礼成事 全事借礼 全信其修 全修在信 一口长似宜 深长似宜 这才是事实真相 宇宙人生的真相 如是 极乐世界如是 我们现前 这个缩破世界 地球上状况 也如是 不同的呢 就是心的 远径不同 行的善悟不同 西方极乐世界 心 纯净 行 纯善 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 人心的时候 人多 尽少 恶多 善少 所以这个世界上 灾难多 苦难多 原因在此地 好 现在时间到了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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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